大家好我是山鼠宮 今天來講三國之幻想大陸的奇策挑戰 那今天是王元姬的挑戰 我們來看一下 我最高傷害達到了4.2億 那目前排名是第二名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陣容吧 這次我看一下大家的陣容都差不多 我看一下王毅 諸葛果 大橋 蔡文姬 雷雲 公孫戰 那神兵的部分我是這樣配 星庭頭刀 槍 跟葫蘆 那我有看到有人是用扇子 但是我自己是用葫蘆打出最高分的 那靈寵的部分我是用比翼 琼琪 跟白虎 那白虎我只有三星啦 五星可能會更好 這裡是一定有差的 因為白虎有一些增減傷的增益 再來就是琼琪 我看到也有人是用夫豬 但是我自己是用琼琪打出來的 因為琼琪可以抵抗對面的一些負面效果 像貂蟬 所以碰運氣 琼琪有時候可以發揮作用 再來就是星數火術 我自己是公孫戰涼火啦 這裡一定也有差異 長期下來就是公孫戰 有沒有五火真的是有差 那雷雲我自己是四火 四火跟三火其實差不多的 再來其他都五火 然後羈絆是用諸葛亮 那潛能從公孫戰 從左思右是二二一二 雷雲二二一二 蔡文機一一二一 大橋二二三二 諸葛果一一三一 王毅三二二二 那這裡是參考用啦 潛能差異不大 再來就是暫魂 再來就是暫魂 暫魂呢我跟別人不太一樣喔 我看到DC有人是用聯西加護打出最高分的 我自己也是用聯西加護 但是呢大橋的話我給他帶弱點 雷雲是一定弱點的 那大橋要不要弱點看個人 這邊也可以繼續帶聯西加護 那再來就是有兩種陣容喔 有兩種流派 另外一種是全部帶生生不息 除了雷雲雷雲一定要弱點 然後其他帶生生不息 但是呢我自己用生生不息打不出最高分 我用生生不息的話呢 最高只打到了4.1億左右 那我4.2億是用聯西加護打出來的 再來換5的話呢 是王毅大橋蔡文基換5全開 這樣的話呢 我自己是是蠻容易可以上到4億的 但是也是要靠運氣啦 上下線其實也蠻大的 像低的時候有時候連3億都不到 所以大家去試試看吧 那我看到最高都有人試到4.7億 4.8億喔 那感覺差異就是公孫戰跟白虎窮奇啦 然後還有神兵 神兵扇子大家也可以試試看 再來就是多試幾次啦 聯西跟生生不息大家都去試試看 感覺這次蠻靠賽的 就比誰的陽獸燒得多啦 好啦 感謝大家這集的收看 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